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从最初一个西班牙的小殖民地 经历墨西哥的同时后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美第二大城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没有跟大家在电视上见面了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美国西岸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 洛杉矶 这个地方由于地理位置 气候 人文等等条件的影响 让非常多民族的人聚集在这里 所以整个洛杉矶的文化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如果要地毯式的介绍这个地方 那这个节目日语 一夜拍好久都拍不完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 从休闲生活的角度 带大家去了解洛杉矶居 居民多彩多姿的生活 是不是会一直 马上出发 我是第一回来到洛杉矶 由于都市面积广大 往来必须依赖车辆 所以洛杉矶是全美汽车数量最多 密度最高的城市 穿梭在这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 交通繁忙的景象 让我活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职业运动绝对是 美国人民休闲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在洛杉矶这个城市 就拥有两支职业篮球队 两支职业棒球队 现在是夏天 是属于棒球的季节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感受下 大联盟的比赛咯 关于棒球的起源 众说分云 由于说是改良字板球 事实究竟如何 也不可考 但是这项清新健康的运动 在美国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 早已从在地化 进入职业化 看棒球对美国民众而言 不只是休闲生活 甚至成为一种 不可或缺的生活形态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鼎鼎有名的 稻奇球场 这个球场从1962年 新健完成 就一直使用到现在 总共有五万六千个座位 加上站票呢 总共可以容纳 五万七千名观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它现在呢 都还是美国大联盟 数一数二大型的球场 所以你要知道 它当初在新健的时候 格局其实是非常非常远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远方 有Sinker Blue几个大字 那其实是要提醒 洛杉矶的民众呢 要常常想起稻奇队 因为稻奇的代表色就是蓝色 所以稻奇跟洛杉矶 已经形成了一种 非常紧密的结合 我喜欢的 Dodgers 我喜欢每个队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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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里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来 我们喜欢狗狗狗 我们是个地区的L.A.居住 我们一直是个团队的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 来来支持他们 球团负责亚洲事务的Vincent 跟我介绍了球队的历史 到期从1890年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舰队至今 已经120多年 并于1958年跟当时 同在纽约的巨人队 率先将球队迁到美西的加州 是只诚实拓荒精神的球队 而大联盟史上第一个黑人球员 Jackie Robinson 他的舞台就是道琪球场 这里呢 陈列了非常多道琪 过去知名球员的球衣 那这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Postreizer 看到了这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 那你走过来呢 这是道琪非常有名的教练 Soda的球衣 所以你可以来这里 可以看到非常多道琪队的历史 如果你是棒球迷的话 这个地方会让你非常非常着迷 道琪球团近来也将许多球队 珍贵的收藏品拿出来展示 从布鲁克林道琪时代所使用的球具 到世界大赛的奖杯 还有许多对史上重要成员 与里程碑的各种纪录 观众朋友们可得睁大眼睛瞧个仔细 这可是只有VIP及预定包厢的贵宾方能一睹的珍藏 咱们旅行天下可是第一个进到里头采访的华人媒体 现在呢这里就是道琪球场 哇能够近到近距离的看这些大联盟的明星练球 真的是非常过瘾 你听到这个球棒打到球 非常清脆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名的话 你光是听到这种声音 就会觉得啊 这里真是一个运动胜地 在道琪队众多选手当中 我们发现了郭洪志 这位来自台湾的华人左头 尽管多次遭受运动伤害的打击 但他凭着过人的毅力走过复健与低潮 更以精湛的球技 在2010年赛季搅出近乎大联盟最佳中继投手的成绩 平日鲜少在赛前面对媒体的郭 这回可是停下脚步 跟新堂人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了在大联盟打球的经验谈 去年方式有点不一样 这边就比较 这边可能比较要求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吧 然后以前我们的教育就是家人叫我们做什么 就做什么这样 就语言吧我觉得就英语学有一个打一点基础的话 来这边会比较简单一点 不一样啊这边球场都比较大嘛 对啊所以就这边的环境比较好一点 就很热情啊 这边的球迷就是很支持棒球嘛 然后就就比较 他们就比较会遵守一些规则 就是像来看球有什么规则 他们会自己知道这样子 好谢谢加油 好谢谢 谢谢 好加油 Go Dodgers Go Dodgers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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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热情的球迷跟球员 取签名的地方 所以你看一个标准球迷就会像他们现在这样子 球员加油的T恤或是球衣 还有签名球 有的甚至会准备球员卡 那球员都会很大方的替这些粉丝们签名 所以这个是棒球文化当中非常迷人的一个地方 跟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越来越多国际球员投入大联盟的战场 为了能吸引更多球迷到场看球 各球团也会举办以不同国家 出群为主角的活动 欢迎来到 做新台湾旅 Yeah 到时与台湾观光局合作的到时台湾日 就是其中之一 能在国外遇见九位的家乡 并且替自己的淘宝加油打气 这也是让身在异乡的艺客们 有着无限以后 在那边念书那刚好知道今天又是台湾9 然后他一直很喜欢棒球 所以我就过来 帮郭文姿加油 在美国长大可是家里都是台湾人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 就是美国有台湾的明星可以帮他加油 对啊 就来 光致加油 今年的到期台湾日除了有结合台湾夜市文化的区位游戏 让我们的孩子借着这颗球来放眼天下 来看看外面的世界 更凝聚了我们所爱台湾的心 孩子呢 得到很大的鼓励 也给自己设定更长远的目标 我身为这次校方队的领队 也是贵上贵下的校长 感到非常的荣幸 非常的荣耀 离开之前千万别忘了到球场商品部逛逛 大联盟每次球队都有自己代表性的经验 这趟到期之心让我了解 棒球并非只是个你投我打的游戏 而是对梦想投入坚持的实践精神 当你的名字闪耀在球场上 代表的不只是个棒球明星 而是战胜无数失败与挑战的勇者 洛杉矶这个地方由于面积非常广大 所以每个地区都有一些mall 来满足居民们生活上面的需求 甚至也已经成为休闲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这个mall 非常的不一样 它一个礼拜只开两天 每次只开六个小时 外观也非常的不起眼 你甚至说它是一个仓库都行 但是呢 它却总是能够吸引到 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不辞老远的跑来这个地方 到底里头卖的是什么 我们进去瞧一瞧就知道了 走 原来这里是全美最大的收藏品交易市集 无论是运动迷 电玩迷 漫画迷 还是电影迷 通通可以在这里满足你的需求 商品的数量跟样式之多 可是让人看得目不暇济 而说起这个市集的诞生过程 它也非常有趣呢 我经常在小的活动 因为我是摩特曼的收藏品 我经常在摩特曼的节奏 我经常在摩特曼的节奏 我经常在摩特曼的钱 给了很多钱的钱 因为我没有用到钱 我的商品和商品 都很不错 但是它开始成为商品 然后所有收藏品都说 我们想要展示 我们想要展示 它建设了10桌 20桌 现在我们在摩特曼的收藏品 现在我们在摩特曼的摩特曼 在我们的收藏品 运动 电玩 漫画 或是电影 可能都是陪伴着人们成长的 重要休闲娱乐 甚至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 以及童年回忆 如果你以为会在这流连忘返的 都是儿童或年轻人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一个真正的纪录摩特曼的 我已经在1964年收藏了 我来到这里 因为我可以买纪录 我可以买纪录 這個市集裡頭 反正就是個尋寶過程 從成百上千的商品中 發現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種驚喜跟滿足物 可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我之前從來沒有逛過這樣的市集 真是個既新鮮又有趣的體驗 我覺得這裡販賣的不只是商品本身 還有一種實現夢想的真實感 童年時夢寐以求 擁有一套超級英雄的漫畫 或是一個卡通明星的公仔 在這裡都變得身手可擊 就算不埋 只要能靜靜地看著它 摸摸它 都會是最滿足的感動 Hi Hi I'm Andy 你好Andy 我是Patricia 原來妳會說中文啊 對啊 那太棒好了 那今天聽說這個水族館裡面 有非常有趣的可以摸鯊魚這樣 超棒的很刺激很刺激 那我們迫不及待 那麼請妳現在盲島進去 好啊好啊 很高興妳今天來 OK 這個位於Long Beach的水族館 是全美最大的水族館之一 分為室內與室外兩大園區 總共有一萬一千多隻小動物 室內水族館的生物 從冷水的北加州 到熱潮的帛流都有 非常豐富多彈 還能心想到潛水員清潔 餵食的工作情況 而戶外園區則提供民眾 近距離與動物們互動的難得體驗 因此總能吸引大量人潮 這個水族館啊 能夠跟民眾近距離接觸的 除了魚 還有一些海裡的生物之外呢 還有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獅蛇鸚鵡 所以呢現在我們來手上 如果你拿著蜂蜜的話 這個鸚鵡就會跑來跟你親近喔 所以我現在想來試一下看看 我試了好幾回 結果鸚鵡 只對我手裡的花蜜有興趣 不像這位大哥 能夠跟他們玩得不亦樂乎 這些鸚鵡漂亮的茅澀 清脆的叫聲 加上樂於與人親近的特性 因此非常受到大小遊客們的歡迎 看著他們在林間自由穿梭 心情也更得輕鬆的起來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 就是船舟中可以摸鯊魚的地方 所以Persucia 我進去的話 需要一些什麼樣的裝備 才能進去裡面摸鯊魚嗎 你要在這邊 你需要這隻手嗎 當然要 要的要的 好 那我們就不在這邊摸鯊魚了 因為這個是可以吃人的 我帶你去另外一邊去 去摸小的鯊魚 所以這裡的鯊魚 不是能摸的鯊魚 對 那還好 我剛才就一直很擔心說 這個鯊魚真的能摸嗎 所以我這樣進去的話 應該是餵魚而不是摸魚 那應該你可以餵啊 就變成我們不是魚給牠 是用魚你的身體還給牠 那我們還是趕快去那 能摸鯊魚的地方 OK 好 走 走 走 我們要給你們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我們也是要模仿 牠們自己本身天然 這些動物天然的環境 所以像我們旁邊就是有鳥的森林 而且是澳洲的鳥 而且你可以去買東西 就給花蜜讓牠們去吃 還有在戶外你可以去看我們的鯊魚的展覽啊 還有就可以去看大的鯊魚也可以去摸小的鯊魚 所以啊 你在這裡啊 能摸的其實是在這邊的鯊魚 那在這個區域的鯊魚呢 因為牠的牙齒是比較靠近水面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兩隻手指頭 親出牠的背面 讓牠不會咬到你 還有這裡有很大的鯊魚耶 這鯊魚真的摸起來感覺很酷很酷 讓牠背部有一點 是刺 但是又有一點滑滑的 所以你看這裡有很多大人小孩子 通通來這裡了 就表示說這個地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歡迎 群區內每個主集館 都有志工進行詳細的解說 讓來訪的遊客能更加認識這些海洋生物 兼顧體驗與知識的行程 完全發揮了寓教娛樂的功能 如果剛才我們真的去那個地方 才摸鯊魚的話呢 我就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因為鯊魚的牙齒真的非常非常利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Patricia幫我們介紹一下說 為什麼鯊魚牠在海裡面這麼恐怖的 其實大部分的鯊魚是不會吃人的 因為我本身 我人還在 我很愛潛水 常常跟鯊魚在玩 但是呢 這一種的鯊魚是最會吃人的 這個是叫做 Great White Shark Great White Shark 你看牠牙齒都這麼大 這麼尖 所以真的是可以 可以吃人的 但是其實他們主要不是愛吃人 他們愛吃海獅 海獅比較肥 一隻都差不多600磅 所以對牠來講我們是太瘦了 海獅秀是園區內的另一大賣點 館方特地讓我們進到表演場地內 捕捉最具臨場感的鏡頭 看著他們開心的與訓練員互動 做出各種高難度的表演 歡樂的氣氛感染了每一位觀眾 這威龍的吼聲 比起萬獸之王熊獅 可也是不遑多讓呢 水族館 除了是研究機構 也是教育單位 他告訴我們 透過了解 以信任 人跟動物 可以產生 如此真誠的情感交流 除了是研究機構 而生命間的相處之道 該是互相尊重 而非視牆凌弱 如此方能達到 《禮記》《禮運》《大堂天》所述 不讀親其精 不讀子其子的祥和社會 洛杉磯的氣候 洛杉磯的氣候 是典型的地中海鮮氣候 夏季乾熱少雨 冬季暖濕多雨 每到夏日 都有許多遊客 選擇到洛杉磯的海灘遊玩 今天要帶大家去的是 旁平坑比喻圈 小鎮上集聚海洋風格的商店 酒吧伶俐 透露著一體濃厚的度假氛圍 能夠在這兒 與陽光沙灘椰子樹一同共舞 實在是太愜意了 今天明明不是假日 可是卻有這麼多的人 不斷地朝海邊湧來 到底是為什麼呢 原來是因為這裡正在舉辦 一年一度的衝浪盛事 美國衝浪公開賽 Huntington Beach這個地方 又有一個別稱叫做Serve City 也就是衝浪之城 把這麼有意義的比賽辦在這個地方 真的是太適合不過了 想體驗一下 什麼是衝浪的熱情有勁嗎 咱們一起去瞧瞧 好 走 Huntington Beach 由於地處南加州 氣候乾爽 加上潮汐穩定 台岸線完整 因此疾受海上運動者的喜愛 在這裡舉辦衝浪競賽 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 發展至今幾乎已成為衝浪界 最具傳統與代表性的大賽 能到HB來看一回美國衝浪公開賽 可是許多衝浪迷 畢生的心願 今天由於比賽激起的如火如舞 所以聚集了很多衝浪的愛好者 現場也有很多活動是為他們安排的整個氣氛 顯得非常的熱鬧 好 如果是平常你來這個地方 你只要像這樣子戴一條大的毛巾 你就可以享受沐浴在陽光底下 做日光浴的愜意 如果你喜歡運動的話 你可以帶著自己的衝浪板 或是來打沙灘彩球 相信你就可以遇到很多的從好 真的是一個非常迷人的地方哦 溫度在溫暖的陽光下 享受情緒海風的吹浮 我感受到美國民眾的生活 與海灘是如此的密不可分 這裡可以看到運動的活力健康 曬日光浴的清閒遊覽 家人一同出遊的快樂溫馨 讓我這外地人 不知不覺的也敞開心胸 走進他們的休閒生活 Huntington Beach鎮上還有座博物館 在裡頭你可以了解衝浪 與這個小鎮紫密的關係 還有衝浪運動的歷史與嚴格 非常值得一看 博物館的經理Gary 本身也是位衝浪高手 關於衝浪的一切 他可是遼若執掌 arche極限的海報 會被水彈得很容易 保持在內 可以看到海灘的海灘 會對河瀟 海灘的海灘 海灘事件 滴海灘 海灘的透過 海灘的海灘 海灘的海灘 海灘是同樣的 這就差不多 一闢的海灘 海灘 海灘 海灘的海灘 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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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灘的海灘 海灘 海灘這些海灘 如果有些人在家庭的家庭 就会说 我们去游泳市 我们在游泳市 我们在游泳市 Garry说冲浪除了能疏解 紧张忙碌的生活压力外 也让他认识了 许多不同国家的好朋友 这些沙子都是他们 从自己家乡海滩带来的纪念品 或许由于长期接触大海 让这些冲浪玩家的视野 跟胸襟自然广阔了起来 我想这大概就是冲浪 最让人糟迷的地方吧 今天的节目呢 带大家到了很多的地方 有室外的也有室内的 相信大家可以了解到 洛杉矶这个地方的休闲生活 真的是非常的多彩多姿 我觉得你能够旅行到一个地方 然后深入当地的生活形态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为你的眼界呢 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打开了 同时也多了很多 生命当中宝贵的经验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 旅行天下 咱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棒球对美国民众而言 不只是休闲生活 甚至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形态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鼎鼎有名的稻奇球场 这个球场从1962年新建完成 就一直使用到现在 总共有五万六千个座位 加上战票呢 总共可以容纳五万七千名观众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它现在呢都还是 美国大联盟数一数二大型的球场 所以你要知道 它当初在新建的时候 格局其实是非常非常远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远方有 Sinker Blue几个大字 那其实是要提醒洛杉矶的民众呢 要常常想起稻奇队 因为稻奇的代表色就是蓝色 所以稻奇跟洛杉矶 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紧密的结合哦 I'm a Dodger fan I've been one since September 2, 2006 I go to every game I can I can only go to Saturday games And weekday day games So every game I can go to This is my 163rd game I just got hooked after my first game And so I just love coming We love the Dodgers We're local LA residents And we've always been a fan of the team So we're sticking by them And coming to support them 球团负责亚洲事务的Vanson 跟我介绍了球队的历史 稻奇从1890年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舰队至今 已经120多年 并于1958年 跟当时同在纽约的巨人队 率先将球队迁到美西的加州 是只承袭拓荒精神的球队 而大联盟史上第一个黑人球员 Jackie Robinson 他的舞台就是稻奇球场 这里呢 成列了非常多稻奇 过去知名球员的球衣 那这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Poshizer 看到了这个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 你走过来 这是稻奇非常有名的教练 Soda的球衣 所以你可以来这里 可以看到非常多稻奇队的历史 如果你是棒球连的话 这个地方会让你非常非常着迷 稻奇球团近来也将许多球队 珍贵的收藏品拿出来展示 从布鲁克林稻奇时代 所使用的球具 到世界大赛的奖杯 还有许多队史上重要成员 与里程碑的各种纪录 观众朋友们可得睁大眼睛 瞧个仔细 这可是只有VIP 以及预订包厢的贵宾方能一睹的珍藏 咱们旅行天下 可是第一个进到里头采访的华人媒体 现在呢这里就是稻奇球场 哇能够近到近距离的看这些大联盟的明星练球 真的是非常过瘾 你听到这个球棒打到球非常清脆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运动迷的话 你光听到这种声音就会觉得 啊这里真是一个运动圣地 在稻奇队众多选手当中 我们发现了郭洪志 这位来自台湾的华人左头 尽管多次遭受运动伤害的打击 但他凭着过人的毅力 走过复健与低潮 更以精湛的球技 在2010年赛季搅出近乎大联盟最佳中继投手的成绩 平日鲜少在赛前面对媒体的郭 这回可是停下脚步 跟新唐人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了在大联盟打球的经验谈 去年方式有点不一样 这边就比较 这边可能比较要求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吧 然后以前我们的教育就是教人叫我们做什么 去做什么 就语言吧 我觉得就英语文学有一个打一点基础的话 来这边会比较简单一点 不一样啊 这边球场都比较大嘛 对啊 所以这边的环境比较好一点 就很热情啊 这边的球迷就是很支持棒球嘛 然后就比较 他们就比较会遵守一些规则 就是像来看球有什么规则 他们会自己知道这样子 好 谢谢 加油 好 谢谢 加油 Go Dodgers Go Dodgers Woo Yeah I love the Dodgers 今天这个地方呢 就是热情的球迷跟球员所取签名的地方 所以你看一个标准球迷 就是像他们现在这样子 球员加油的T恤或是球衣 还有签名球 有的甚至会准备球员卡 那球员也会很大方的替这些粉丝们签名 所以这个是棒球文化当中非常迷人的一个地方 全体球球化时代的来临 越来越多国际球员投入大联盟的战场 为了能吸引更多球迷到场探球 各球团也会举办以不同国家 出群为主角的活动 欢迎来到到齐台湾日 Yeah 到齐与台湾观光局合作的到齐台湾日 就是其中之一 能在国外遇见九位的家乡 并且替地区的淘宝加油打击 这才是让身在异乡的艺客们有着无限感动 在那边念书那刚好知道今天又是台湾内 然后他一直很喜欢棒球 所以我就过来 来帮郭文智加油 在美国长大可是家里都是台湾人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就是美国有台湾的明星可以帮他加油 就来 郭文智加油 今年的到齐台湾日 除了有结合台湾夜市文化的趣味游戏 及台湾美景的观光简介外 俘获小马联盟世界少棒冠军的中华小将也受邀到场五华侨们进行热力四射的表演活动 独立投手秋季亮更获得登板开球的机会 能站在棒球运动的最高殿堂 绝对让这群喜爱棒球的孩子们一生文化 谢谢 我想这个机缘其实是让我们的孩子 借着这颗球来放眼天下 来看看外面的世界 更凝聚了我们所爱台湾的心 孩子得到很大的鼓励 也给自己设定更长远的目标 我身为这一次少棒队的领队 也是贵上贵下的校长 感到非常的荣幸 非常的荣耀 离开之前千万别忘了到球场商品部逛逛 大联盟每次球队都有自己代表性的经验 这场到期之心让我了解 棒球并非只是个女投我打的游戏 而是对梦想投入坚持的时间精神 当你的名字闪耀在球场上 代表的不只是个棒球营兴兴 而是战胜无数失败与挑战的俑者 洛杉矶这个地方由于面积非常广大 所以每个地区都有一些more 来满足居民们生活上面的需求 甚至也已经成为休闲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这个more 非常的不一样 它一个礼拜只开两天 每次只开六个小时 外观也非常的不起眼 你甚至说它是一个仓库都行啊 但是呢它却总是能够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不辞老远的跑来这个地方 到底里头卖的是什么 我们进去瞧一瞧就知道了 走 原来这里是全美最大的收藏品交易市集 无论是运动迷 电玩迷 漫画迷 还是电影迷 通通可以在这里满足你的需求 商品的数量跟样式 位于美国加州南部的洛杉矶 Los Angeles 原文是西班牙文天使之城的意思 它从最初一个西班牙的小殖民地 经历墨西哥的同时后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美第二大城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没有跟大家在电视上见面了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美国西岸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 洛杉矶 这个地方由于地理位置 气候 人文等等条件的影响 让非常多民族的人聚集在这里 所以整个洛杉矶的文化 可以托成非常非常的多元 如果要地毯式的介绍这个地方 那这个节目日以继续拍好久都拍不完 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是 从休闲生活的角度 带大家去了解洛杉矶居 居民多彩多姿的生活 直播一次 马上出发 我是第一回来到洛杉矶 由于都市面积广大 往来必须依赖车辆 所以洛杉矶是全美汽车数量最多 密度最高的城市 穿梭在这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 交通繁忙的景象 让我活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职业运动绝对是 美国人民休闲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在洛杉矶这个城市呢 就拥有两支职业篮球队 两支职业棒球队 现在是夏天 是属于棒球的季节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大联盟的比赛咯 关于棒球的起源众说分威 由于说是改良字板球 事实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但是这项清新健康的运动 在美国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 早已从在地化进入职业化